女人用力一捏 鸡蛋居然是空的 可她不死心 连忙捏碎其他鸡蛋 结果全是空心蛋 她非常害怕 想擦下玻璃转移注意力 突然身后的墙慢慢挤了过来 很快脸就贴到了玻璃上 完全不能动弹 她拼命挣扎了下 又恢复了正常 这也太诡异了 认为自己在做梦 于是用保鲜膜缠住自己的头 三分钟后 呼吸越来越困难 她急忙撕开保鲜膜 说明一切都是真的 晚上老公下班后 小美把今天的怪事告诉了她 谁知她听到后 立马脸色大变 二话不说 扭头就去了公司 从那之后 空心蛋再也没出现过 这是世界最富有的小区 白天男人同一时间 开着跑车去山顶总部上班 女人只负责冒美芦花 然后是花天酒地 可有一点 任何人都不允许 迈出小镇半步 这天有人受不了了 在周末舞会上 一个黑人邻居 突然发疯 大声喊道 这里就是一所监狱 还叫大家赶紧跑 众人面面相去 可小美想起不久前的怪事 感到一丝不安 通过打听得知 黑姐带着儿子去过禁区 可回来时 儿子却神秘消失 从此之后 她就疯了 小美为了查明真相 趁着男人上班时 偷偷坐上公交 一路来到小镇边缘 可最后一站 司机却不允许她下车 就在这时 突然一架直升飞机 冒着浓烟撞到山坡上 她赶紧让司机开过去救人 可司机却无动于衷 还告诫她别多管闲事 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可她偏偏不听 依然下了车 朝坠机的方向跑去 而那座山 正是男人们工作的地方 可爬到山顶 飞机没看见 只看见一个原房子 她好奇地走了过去 可手刚碰到玻璃 身体快速变红 随后就失去了意识 等她再次醒来时 老公正在做饭 她问老公发生了什么 得到的答案却是 你刚才在做梦 显然她不能接受这个答案 第二天上霸雷课时 突然看到镜中的自己 变成了小黑 还用头狠狠撞向镜子 想从里面逃出去 吓得小美一声尖叫 周围的人都用奇怪的目光 看着她 可再一转头 镜子又恢复了正常 这也太诡异了 可刚到家 电话就响了 是黑姐打来的 还没问原因 对方就挂了电话 小美急忙跑出去 想找黑姐问个明白 可万万没想到 黑姐竟当着她的面 歌喉自尽了 小美刚要跑去救人 却被两名物业强行带走 可到家后 老公说 黑姐只是被玻璃划伤 缝几针就没事了 在一番洗脑后 小美选择了相信 随后还给她请来私人医生 最终结果是没有病 只是最近家务做的太多 有点累了而已 可小美知道 对方在撒谎 就在这时 她看到医生的包里 有黑姐的病例 趁医生离开的间隙 她以最快的速度打开包 偷走了病例 可打开一看 上面的信息都被涂黑 只能看到拒绝治疗 最后警告几个字 看来黑姐并没有疯 只是触犯了社区规定 公司年会上 总裁宣布提拔老公当总裁 可小美却不高兴 在庆祝时 脑海中显示出之前的种种诡异画面 她再也受不了了 冲进厕所 把自己的猜想告诉了闺蜜 可闺蜜说小美疯了 就跟黑姐一样 吃饭时 小美问了几个问题 发现每对夫妻 无论是约会地点 还是约会方式 都极为相似 而恋爱之前的记忆 却是一片空白 仿佛人为抹去一般 小美看到这里 更加坚定了逃出的决心 回到家后 她让老公二选一 要么跟她走 要么继续留在这里 老公说愿意放弃一切 跟她远走高飞 可到了半路 车却停住了 随后物业人员 强行带走了小美 绑到手术台上 护士往她嘴里塞上牙套 用电击的方式 清除了之前的记忆 治疗后 小美又被送了回来 还跟之前一样 一切又回到了正轨 这天老公随口哼的歌 瞬间刺激了小美 之前丢失的记忆 全部出现在脑海里 原来她是一名医生 每天36个小时都在工作 而老公每天就知道打游戏 一无是处 自己回到家后 还要给她做饭 小美彻底绝望了 选择了离婚 可为什么会到这里 她也不清楚 恢复记忆的小美想离开这里 可老公死死抱着她 不让她出去 情急之下 小美拿起玻璃杯 还狠砸向老公的头 这时闺蜜听到声音 跑了过来 剑杀了人 闺蜜让她赶紧跑 还说这里的一切都是虚拟的 逃出去的路 就在山顶的房子里 原来小美不是被洗脑 而是被催眠了 老公为了留住她 选择了催眠计划 让她进入虚拟世界 同时用药物维持生命 整个小镇的女人都是如此 而男人们每天去山上工作 就是为了退出系统 出来照顾妻子 其实闺蜜早就知道这些 之所以没有出去 因为在这里 她能看到死去的孩子 小美开上老公的车 躲过重重障碍 终于到了山顶 在物业赶来的最后一刻 双手用力按到玻璃上 一阵悬晕过后 她成功退出了系统 男孩收到个小快递 哭吃一下 扔到桌子上 打开一看 竟然是部七寸的华为手机 可这么大的玩意儿 也不能放兜里啊 她盖上盖子 非常布满地扔到地上 摔了个稀巴烂 随后门铃响起 又拿来一个快递 撕掉上面的胶带 打开一看 里面也是部手机 不过屏幕都碎了 她嫌弃地扔回箱子里 紧接着丢到一边 可还没过两秒 门铃响起 拿回一个小包裹 这次里面应该是手机了吧 她祈祷半天 撕开包装 里面真的是部华为手机 她伸手拿了出来 随后掏出放大镜 仔细一看 怎么这么小 又嫌弃地放了回去 她非常生气 双眼一瞪 喷出三昧真火 包裹就发生了爆炸 下一秒 门铃又响了 这次又拿回一个包裹 她已经不抱希望了 打开一看 发现一个线头 倒了半天 用力一拽 居然是个手机壳 掏出手机套上去 还挺合适 随后盖上盖子 把箱子丢了出去 紧接着又拿来一个快递 没想到刚打开盒子 里面躺着一部手机 还射出万道金光 差点晃瞎了双眼 这次终于对了 可拿出来一看 上面竟然连着一个话筒 这年头 怎么买个手机这么难 你喜欢网购吗 遇到过这种无良的商家吗 男孩不想写作业 突然无数菜刀飞了过来 吓了他一跳 急忙把游戏机放到包里 随后拿起圆珠笔 巨精灰神地写了起来 他这精神 跟咱们的头悬梁 追刺鼓有一拼 可刚写了两分钟 他就开始犯困 不停地打着瞌睡 突然一低头 差点撞到尖刀上 把他吓了个半死 顿时来了精神 没过多久 就写完了作业 随后跟同学玩起了扑克 可他输不起 眼看要抽走老K 小帅按下了遥控器 瞬间冒出一杆长枪 吓了对方一跳 他趁机收回了长枪 可当对方再抽牌时 又按下按钮 桌面钻出个切割机 还在疯狂地旋转 一点点向前移动 男人没有办法 只好松开了手 切割机就收了回去 当第三次抽牌时 小帅又按了一个键 从桌下冒出一挺机关枪 正好对准两人 喷出火焰 烫得男人缩回了手 机关枪就收了起来 他不停地甩着手 就算这样还不死心 又继续抽牌 小帅放出了大招 窗帘拉开 蒙面人看了下手机 拿起旁边的狙击枪 放到肩膀上 向屋里看去 怎么瞄准了小帅 他摇了摇头 把准心定到中间 男人伸出手来 扣动扳机 哭吃就是一枪 门都干了个窟窿 刚化玻璃也碎了 男人趁小帅不注意 抽走了老K 他非常兴奋 终于赢了 小帅掏出一把玩具枪 可男人根本不害怕 还把头凑了过来 下一秒 扣动扳机 男人就死悄悄了 为了赢得比赛 男人几次处于危险中 你说他是好生心强呢 还是小帅输不起呢 达 小帅 小帅 感谢观看